人遇到了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 真的是比遇到渣男还可怕 工作一年 我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个油腻大妈 上班上到变了个人 这名女子叫做小欧 入职十个月 胖了整整二十公斤 莫名其妙的工作内容 奇怪的工作方式 不合理的KPI都让我整个人透不过气 当时的我只会用暴饮暴食缓解压力 用睡觉来逃避现实 她形容自己眼神涣散 仿佛行尸走肉 健康也跟着出状况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好 我干什么事情我都提不起一点兴趣 发现事情不妙 小欧曾试着透过改善生活习惯 找回过去的自己 开始饮控 戒糖 运动 早睡早起 毕竟大学时期的她 也曾经成功甩肉四十五公斤 但最后还是抽了离职单 给她欠下去 我鼓足勇气 辞去了月入过万的工作 开始了我的裸死生活 汇别社数人生 小欧把重心转移到经营社群平台 身心灵状态秒升级 她坦言虽然看着存款不断变少 内心难免焦虑 但这一次她决定慢慢调整生活步调 不让上班十个月 判二十公斤的惨案再次发生 赛利新闻 刘杰宇波达 刘杰宇波达